聂未平为奇道场之 小喵小蛙绝为奇 这也太用功了 一定长进不少 我来看看 吃 吃 我在吃 什么 我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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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吃不动了 照你们这样下 三年也下不完 最重要的是 犯规了 不但此招无效 还要罚停一手 什么 犯规了 没错 这样能够来回 吃子的骑行 称为打劫 打 打 打劫 精灵道场之 打劫 打二 环一 打劫大骑行 黑骑和白骑可以反复提子和背提子的情况叫做结 打劫的骑行很特别 要形成来回赤子的形状 注意看 有三种位置的打劫 这是中间打劫的形状 这是边上打劫的形状 这是脚步打劫的形状 像这种 如果只有一颗棋子反复被提的骑行 那么就叫做打劫咯 能截到什么好吃的呀 你就当截到的包子好了 哇 这么简单 先考考你们的眼力 看看下面的骑行是不是打劫呢 A 是 B 不是 答案是A 你们看 像这种一颗棋子反复被提的骑行 当然是打劫咯 等等 师傅 为什么您刚才说我们的棋 咱们也下不完呢 问得好 这正是我要说的 打劫的特殊规则 出现打劫的时候 有一条重要的规则 那就是当一方提子后 另一方不能立即反提 什么 没错 如果双方引来我往 来回提个没完没了 那就放归了 那难道眼睁睁看被对方提走吗 还我的包子 嘿嘿 被提一方 至少要在别处下一子 方能再回来提子 如果立即反提 就是犯规 不但此招无效 而且要罚停一手 损失惨重哦 原来如此 看来要亮一下包子 才能不烫嘴哟 很好 再给你们看看这个棋形 算不算打劫呢 这 这个不太像耶 而且胎子一字 能吃了两个包子 而白鸡只能吃一个 你们分析得很对 所以答案是B 这种棋形不叫打劫 叫打二还一 打二还一 指的是一方吃掉两子 另一方只能反提一子的棋形 它和打劫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就是可以立即反提 不犯规哟 嗨 让你挑我的包子 还我一个 抢得好 抢得好 小朋友们 看看白鸡反提一子以后 黑鸡还能像打劫一样 继续抢包子吗 A 可以 B 不可以 我感觉黑鸡没法继续提子了耶 答案应该是B 没错 打二还一的棋形 是不会发生反复提子 下起来没完的情况哦 画龙点心 大家今天学习了打劫 要记住打劫的要点 一 黑白双方 形成只有一颗棋子 反复被提的棋形 就叫做打劫 打劫时 被提子一方不能立即反提 否则就是犯规哟 嗯 还有打二还一 一方吃两包子 另一方只能反提一个包子哦 这样知道吃 最重要的是 打二还一是可以立即提子的 不要忘记哦 黑白论件 看看下面的棋形是不是打劫呢 A 是 B 不是 答案是A 这是打劫棋形 哪这种棋形呢 答案是A 这是打劫棋形 这个棋形 是打劫 还是打二还一呢 答案是B 黑棋子可以吃两包子 白棋只能吃一个哦 嗯 大家说的都很对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